大家好,知春奧 美國新冠口復藥成為內地民眾搶購的藥物 一合難求 價格由2,300元人民幣 炒至1,600甚至2,000多人民幣一合 不少民眾轉移尋求來自印度魯窩等地的仿製版Pax Roffy 印度版的仿製藥同樣成為搶手貨 民眾最追捧的兩種印度仿製神藥 俗稱綠合和藍合版本 網購這些印度仿製藥售價已被炒高至原價5、6倍 每合要3,000元人民幣 不過有當地檢測機構向媒體表示 市面充積著不少印度仿製藥假貨 目前送檢的仿製藥中 有九成沒有檢測有效成份內馬特位 即是那些藥都是假藥 有印度仿製藥甚至用了治療流感藥物 偷換了抑制新冠病毒藥物 這些都算有良心 給點感冒藥理 有些沒良心加入澱粉、灰石 吃你不顧算幸運 檢測人員說在當前情況下 這樣做謀財害命 另外有專家說新冠藥雖然有治療功效 但亦有一定的副作用 其實幾傷肝 尤其是內地那種 建議康復者的症狀消失之後 要及時好停藥 否則肝出事腎就麻煩了 有律師說新冠藥進口是需要辦理許可證件 如果沒有許可證個人大量代購 有可能違反藥品管理法規定 還有可能觸犯刑法 事源非法經營可以追究刑責 如果銷售的是假藥 就涉嫌銷售假藥罪 消費者如果有需求 需要通過合法的渠道購買才行 據媒體報導 Pershloffier已經在北京上海等社區衛生中心投用 不過由於報價過高 Pershloffier未能通過 現年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談判 據國務院聯防聯康機制 上個禮拜舉行的記者會就說 按現行的新冠藥品報銷政策 輝瑞這款新冠藥 仍然可臨時報銷至3月31日 好,這集就在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尾 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支持